本來是大導演 彼得 葉克遜 正在拍一部好像魔界一樣的史詩巨片 就在電影製作到一半 你正打算拍最主要的膠戰場面時 製作人員打電話給你 告訴你沒有預算 現在萬名搬收人戰士都沒有了 你只有四名穿破舊器服 拿著膠劍的臨時演員 本來打算拍出史詩式的戰役 現在只是留下史詩般的慘敗 無論是拍荷里活的大片 還是過你的生活 錢也是很重要的 或者你會想 等一下 我為何要這麼在乎錢的事 等到老了才再擔心 嗯哼 講得很有道理 但是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這樣想 當你老了的時候 手上很可能也不會有什麼錢 忽然間 不要說萬名搬收人和荷里活大片 你的錢 甚至連買一張打折的電影票都不夠 所以 為何不運用這個秘密 讓金錢現在就來到 為你往後的生活做預備 聽起來不錯呢? 當然不錯 因為當你知道這個秘密 就可以吸引所有你需要的金錢 讓你足以成為 實現或擁有你想要的一切 只要它是你想要的 金錢不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但它的確重要 來自美國總統 貝拉克 奧巴馬 錢是什麼回事? 好了 這樣錢是什麼一回事? 它對於你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你看 20美元的鈔票 看起來 也不過是一張小小的長方形彩色紙 沒什麼讓人興奮 但是這張彩色紙有價值 因為它是一種交換工具 你用它來交換物品和服務 你需要的東西和喜歡的事物 如果有足夠的這些彩色紙 你就能夠在自己想要的時候 做任何生命中想做的事 這就是自由的珍貝 可以在自己想要的時候做任何事 按照自己的想法過生活 在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之間 到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這就是成功 來自歌手、詞曲創作者 包括迪倫 稍微想像一下 你可以用這樣的自由 在生命中做到的一切 很闊老地環遊世界 和好朋友在某個避暑性地道駕 例如夏威夷的貿易島 在最好的衝浪地點玩一整個夏天 向知名大師學習音樂、藝術、舞蹈或戲劇 擔任音樂製作人 和提武巴蘭之旅的人一起錄製CD 製作一部無光之城的男女主角 羅伯特、柏丁森和克里斯丁 斯圖爾特的主演電影 在街上善意地施捨金錢 幫助窮困或下層社會的人 資助發展中國家的某個小區 貢獻自己的資源支持環保 無論你的熱情是什麼 你都可以做到、擁有、成為和實現更多偉大的事 為你自己也為這個世界 多得那些彩色紙讓這一切變得可能 就像你知道那樣 吸引力法則意味著你心中所抱持的想法 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 會將正面或負面的事物吸引到你的生命中 而為了吸引好好的事物 包括金錢 你要先確認對金錢選擇 保持著正面的想法和感覺 萬惡資源嗎? 問題是 很多人有一種觀念 認為金錢必須對世界上所有的壞事負責 他們讓自己相信錢是萬惡的根源 會腐化人心 抱持這種想法的人就會開始對金錢反感 就像華爾街那些穿著西裝打著領胎的人 都是靠剝削窮人置負一樣 他們不虧財富 將他視為骯髒的錢財 沒辦法 大銀幕上的壞蛋總是有錢人 卡通阿森一族裡的白欣斯先生 101班.9的富伊拉 又或電影鐵達尼號中的凱特溫斯萊特的美婚夫 但事實並非如此 看看Microsoft的比爾蓋茨和創立維京集團的 李察、布蘭森 這些人的付出和他們擁有的財富成正比 他們已經拿出數十億美元去幫助窮人 改善認識率和教育狀況 但他們之所以可以這樣做是有原因的 事實上 雖然這兩位古怪的億萬富翁超級慷慨 但如果他們沒錢 顯然也做不到這些事 就好像說 如果你自己也成為了窮人 這樣要怎樣幫人 相反 但如果你有了錢 就可以為你自己和這個世界做一些真正好好的事 而只有當你對金錢抱持正面想法的時候 才可以吸引金錢 拿出王牌 所以既然你已經知道不用像唐納川普那樣用開除人的手段獲得金錢 現在你可以將注意力轉而指希望吸引到自己生命中的所有美好事物上 所有讓你感覺良好的事物 所有金錢可以帶給你的事物 因為真正吸引了很多金錢的人是這樣想的 無論是在意識或潛意識裡 他們都想著封城和富裕 不讓自己有任何貴乏限制或不足的念頭 有錢人掌控了世上85%的財富 但這些人只是佔世界人口的10% 猜猜為何?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秘密 好了 現在你知道這個秘密 就看你怎樣運用它 你可以坐在這裡抱怨一切不公平 受視金錢 然後永遠吸引不到自己的財富 又或者你可以起身加入這個世界 創造屬於你的風型 而且成為自己生命影片中 票房最高的超級巨星 英雄榜 一位窮演員的夢想 一位失業的窮演員開車到山上 那裡可以負陷眾星之城 當他仍視著那些電影製片廠的時候 回想起青少年時期的艱苦生活 當時他日後在高中讀書 晚上就在一間工廠擔任警衛 後來他們一家人被迫搬出來 住在一輛福斯的露營車裡 他重新將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這一刻 然後做了一件真正有有法力的事 他開了一張1000萬美元的支票給自己 上面寫著演員演出費 對現日期是5年之後 他無論去哪裡都帶著那張支票 以提醒自己這是他的目標 然後他開始去做自己喜歡的事 演戲 5年之後 到了支票兌現的那一天 這位年輕演員主演的每一部電影 片酬都遠超過1000萬美元 那張支票上面寫的名字是誰? 是詹姬妮 詹姬妮在又窮又失業的情況下 還想著自己會賺1000萬美元 簡直是癡人說夢 但是他並未因此放棄 他決定自己想要些什麼 然後相信自己一定會得到 你也可以這樣做 告訴我你要什麼? 你到底真正想要什麼? 想一想從財務上來說 你生命中想要些什麼 然後觀賞你已經擁有那筆錢 捕捉觀賞帶給你的感受 任何喜悅、感恩和快樂的感覺 將它們散發到宇宙中 這是將你想要的財富、快樂 和其他任何事物 帶進生命中最快的方法 這樣做的時候 請記住 你不用知道這一筆錢是怎樣來 你只要堅定相信它會來就行了 現在就走出去 做更多讓你感覺美好的事 因為這個秘密背後 還有另一個秘密 就是金錢或者沒辦法買到快樂 但是快樂似乎多多少少可以帶來金錢 你看 如果你專注在做更多讓你開心的事 這樣金錢就更有可能被你吸引過來 所以讓你的日子充滿快樂和熱情 然後無論做什麼事 都要活出這一股熱情 熱情就善能量 去感受再專注於讓你興奮的事物時 所發出的那一股力量 來自談話節目主持人 製作人、出版人 溫尼忽、勾普賴 淺珍的獎在樹上 如果你發覺你對自己的財務狀況不滿意 不用擔心 只要盡你所能就行了 金錢進來的方式有很多 尤其是當你已經準備好要站起來 抱持感恩的態度的時候 一旦這樣做 你就很可能會吸引他人的注意 也就是說 你會吸引適當的人和情景 來幫助你得到自己所渴望的機會 資源和金錢 證件、技能、經歷 以及iPod touch上面滿滿的通訊簿 這些或者你現在還沒有 但是熱情、專注和迷人的魅力 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無價 而這些是你可以掌握的 如果你只是會和每個人抱怨這個世界有多不公平 這樣做又怎會把你帶到想達到的景地? 沒辦法 沒有人喜歡一日到晚發勞騷的人 所以除非你現實生活中有一位神仙教母 如果不是 是不可能離開這麼悲慘的處境的 另一方面 也有很多故事提到年輕的無名小卒 憑著自己對成功的熱情、活力和紅心壯志 而被某些富有的貴人提拔 所以無論你現在是在煎漢堡、洗碗碟 還是在便利店做收銀 你都必須盡力成為最好的煎漢堡師傅 洗碗碟工人 又或者便利店店員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Apple的創辦人Steve Jobs 何時會走進你的大門 當然 他亦可能很快讓你創造下一個機會 就讓你夢想的工作成真 英雄榜 史提芬史匹寶 聽說電影大師史提芬史匹寶 年輕的時候不等待機會上門 而是自己敲門 雖然是個剛從電影學校畢業的小伙子 他並不滿足於 只是幻想在荷里活的製片廠工作會是怎樣的樣子 他親自走去看 在參觀過環球影城之後 他渴望體驗更多 他發現所有環球影城的主管看起來都有點像 穿著正式西裝拿著公文包 所以他亦找來一個新的公文包 一件襟和領胎 然後就是這樣從前門走進去 經過的時候還和警衛揮揮手 後來他發現一間空置的辦公室 就把它當成是自己的地方 由於可以隨手利用所有攝影棚和電影場景 史提芬史匹寶就坐在導演的帆布椅上 在最佳的環境中觀察和學習 他觀賞自己就在現場指揮拍攝 由全世界最大牌的明星們主演的大成本電影 就是這樣蒙混了幾個星期之後 史提芬史匹寶被一名出立原帝部主 但是製片廠的人並沒有當場將他攀出去 就好像很多聽過這個故事的荷里活人士一樣 史提芬史匹寶的大膽 讓環球製片廠的主管們印象深刻 於是他們提供一份支付薪水的工作 和一間更大的辦公室給他 過了沒多久 史提芬史匹寶就成為環球製片廠最年輕的導演 那就多了他的熱誠、熱情和極度狡猾的計策 我靠夢想為生 來自電影製作人史提芬史匹寶 上路的車票 沒錯,或者從那次之後 電影製片廠的保安會更加嚴謹 不過反正製作電影 或者並不是你的興趣 然而用比喻來說 你都必須走出自己的橡牙塔 讓你的明智曝光 要有熱情、要有熱沉 找出你最想投入、最喜歡做的事 而且知道你可以擁有這一切 好好的工作、所有需要的金錢、好好的住處 你可以想到的一切 事實上,這個地球提供了給你和每個人充足的機會 金錢、資源和封盛 你要知道你想要的一切都可能實現 所以要選擇好的感覺 要想著風盛 因為講到吸引所需的金錢 好讓你過著夢想中的生活 做你愛做的事 以及愛你所做的事 你的心就是最大的資產 秘密101 學一下尖姬妮 也開一張1000萬的支票給自己 先去到秘密的網站 下載一張空白支票 將它打印出來 然後填上自己的名字 以及你相信近期內 自己可以輕鬆收到的一筆金額 然後將日期填上 現在將這張支票 放在你經常見到的地方 可能在鏡上、銀包、手提袋裡 不要去盤算怎樣才能得到那筆錢 是與你無關的 你只要去相信、感覺美好 而且與我可以成為 實現或擁有自己所選擇的一切 這樣的想法同步就行了 這樣一來 宇宙將會為你籌劃 而且帶來可以實現你所有願望的人 事和情景 如果你想要的話 亦可以為自己的千萬元目標快速充電 只要運用先前講解過的技巧 感恩 對那些必定會流向你的封信 和成功抱持感謝之心 試試對未來感恩 但請記得用現在式 對於自己的富足和幸運 我非常快樂、非常感恩 在感受那份感謝之情的時候 不要停下來想到底要多久 或者要怎樣才能得到那筆錢 觀賞 如你所知 錢本身只不過是幾張彩色紙 所以 只是觀賞這些彩色紙 就要產生興奮的感覺是相當困難的 你可以做的是 想像自己正在享受那筆財富 帶給你的生活和自由 想像一下 如果你有數不進的錢 會買些什麼? 然後讓周圍充滿自己喜歡的東西的圖片 去感覺當你擁有這些東西 而且將它們分享給你所愛的人的時候 那種興奮感 因為有錢最好的地方就是 給予而且分享愛 一旦你可以持續不斷擁有那種感覺 那種擁有而且給予他人 而不是什麼都沒有感覺 你就和金錢處在相同的震動頻率上 然後你的生命就永遠不會再出現金錢上的貴乏了 說到今前還有最後一點 之前我們提到比爾蓋茨和李察布蘭森 特別是他們的慷慨和捐出的數十億美元 有時候人們將這種做法稱為集一 集一的意思是十分之一 根據傳統 你應該將收入的十分之一捐出來做慈善用途 嗯哼 這樣或許會讓你好掙扎 尤其是如果你現在手頭並不寬喻 但是你看看 猶太教的卡巴拉神秘傳統中 有一派思想和吸引力法則完全一致 無論你吸出去什麼都會變成十倍地回到你身上 你吸出去什麼就會成倍地收回你 在幫助遭遇困難的人時 你希望他們也能記得幫助其他人 這樣的善行將如野火燎原般散開來 來自喜劇演員烏比郭德寶 真實故事 亞謝的秘密 我在網絡上看到行運鈔的點子 決定試一下 做法就是拿一張五元的澳幣紙鈔 或者你可以找到的最低面額紙鈔 用郵姓簽字筆在鈔票上寫著 觸你好運或其他正面的話語 然後把它貼在那些人可以明顯看到的地方 貼在哪裡都可以 唯一的規則是 你不可以留在那裡看誰發現這張行運鈔票 它是一種隨機的善行 有點像人家說的因果報應 善有善報 總之我和兩個朋友帶著幸運鈔票來到市區 將那些鈔票貼在不同的地方 例如是火車車廂的天花板 火車站的柱子 7-11賣的報紙裏 報紙經銷商的生日賀卡中 雜貨店賣的奶咀盒裏 公共廁所的門上 電話亭裏 餐巾紙抽取盒裏 雖然金牙不多 但是我可以想像 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發現幸運鈔票 可以讓人快樂一整天 甚至讓糟糕的一天完全改觀 從我的角度來說 我期盼好運能夠來到自己身上 但是 只是藏著這些幸運鈔票的過程 就已經帶給我很大的樂趣了 這個故事是來自澳大利亞 維多利亞省15歲的丫嬸 都沒問題 感谢观看